周蓮老師的演講 就現在開始了 人非常多 請大家盡量不要焦躁 我知道大家都很興奮看到周蓮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張鐵志 然後是周蓮的好朋友 周寶松老師原來在海報上寫我的身份 是號外雜誌總編輯 我今天想想不對 其實我有個新的身份 跟今天特別適合 就是我這學期開始在中大 也開始教一門課 所以我也是中大的一份子 所以算一次半個主人來歡迎周蓮 當然可能有些同學可能不知道 其實周蓮老師跟中大淵源更深了 他自己是在中大拿了哲學博士 在2005年的時候畢業 所以我想今天周蓮回到母校演講 應該也是意義非凡 然後可能有些香港同學 我想對大陸的同學來說 周蓮應該不用再介紹了 對香港同學來說我可以再多說兩句 我覺得周蓮一方面他是非常好的學者 另一方面是非常好的作家 像我跟周蓮跟寶松 我們有一個群組 討論的群組 我常常會覺得很 在那個裡面 在那個裡面周蓮有很多非常學術深厚的 而且可是有表達非常清楚的一些觀念 所以讓我個人感覺到非常的佩服 尤其我自己是個哲學門外漢 那第二點 周蓮也是個非常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 一個作家 他曾經幾年前有一本書 叫做《你永遠無法教食一個裝睡的人》 這本書呢 不僅在當年是可以獲得年度最長書名的獎 而且也是當年非常重要的暢銷書 讓這個詞語成為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關鍵詞 但我相信今天周蓮演講會非常精彩 一定讓大家不會有機會撞罪 我們先來歡迎周蓮 首先要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中心的邀請 我今天從沙田趕火車來這個大學的路上 我就有敬相勤切的感覺 因為我02年到05年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攻讀哲學博士 那麼05年畢業以後 到至今已經有大概八年的時間 中間我其實是有兩三次回中大來開會 但是這一次是一個非常正式的一個講座 《意義非凡》 我想可以用一個 兩年前在中國大陸特別流行的一首歌 一首神曲來形容我現在的心情 就是忐忑 這是化學 對 OK 謝謝 那我因為 我講課的時候特別喜歡是站著講 因為站的時候那個 中氣比較足一些 所以抱歉鐵志 你只能仰視我了 OK 我先到這邊來 對 門外同學可以進來 前面這一排可以做第一道 那麼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奉恨與正義 在開始講座之前 我想先請大家做一個小的調查 這是兩年前 鳳凰網的一個調查 關於中國人的信仰 第一個問題是 您有自己的信仰嗎 在座同學可以舉個手 有信仰的舉個手 我看一下 非常之多 這位女生你的信仰是什麼 巴哈遺教 這位男生呢 基督教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說 但基督教我知道 因為我碩士的時候 做的論文是關於基督教的一個內容 上帝的本體論證明的問題 那麼非常有意思 我在中國大陸也做過類似的 類似的調查 舉手的人非常的少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 我們過去幾十年的這個 共產主義教育 導致的一個無神論的一個傳統 所以 鳳凰網這個調查 放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就不得不把這個信仰這個詞 改成另外一個詞 叫做生活的信條 大家都知道 信仰是關於 超驗世界的東西 是吧 而生活信條的話 它就跟我們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了 如果 你 你自己 一直有堅持的生活信條 請問 是哪些信條 給大家列舉幾個 可能的備選項 你 真誠 真誠 正義 孝道 信誉 理想於追求 對祖先的敬重 信任 節儉 助人為樂 大家可以默默地心裡想一想 哪一個選項 哪一個選項 是你一直堅持的生活信條 第三個問題 您覺得 我們這個時代 最缺乏的是哪一種精神 被選項 依然是 這幾條 第四個問題 下面列舉的這些信仰和精神品質中 哪些是令您糾結的 或者很難做到的 被選項依然是這幾條 你們可以簡單地想一想 然後我會公布 鳳凰網調查的一個結果 這三個問題的結果分別是這樣的 有57.3%的人認為 正義是自己一直堅持的生活信條 這個數字排在第二位 僅比真誠 59.4% 略低一點點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 58%的人認為 正義是最讓自己糾結 以及很難做到的 性條和精神品質 這是列在第一位的 而81.7%的人認為 我們這個時代 最缺乏的精神是正義 這三個答案 這三個數字 放在一起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有沒有哪位同學願意告訴我 理想和現實的割裂是吧 比較接近標準答案 好我來公布吧 這是我個人的結論 你們可以跟我商榷啊 在一個普遍缺乏正義的社會裡 會讓多數人 哪怕是那些自認堅信正義的人 也無法去做正義的人 和行正義之事 我想這是這三個數字 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其實並不那麼新奇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在2400年前 有一個著名的哲人 叫做柏拉圖 他在理想國當中 曾經談過類似的問題 大家知道 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 對吧 柏拉圖的幾乎所有的對話路 都是以蘇格拉底 作為一個對話者出現的 那麼在理想國當中 蘇格拉底 跟一個叫做 瑟拉序馬霍斯的 詭辯家 曾經爭論過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什麼是正義 他們爭論了很長時間 沒有結果 我個人認為 蘇格拉底並沒有說服 瑟拉序馬霍斯 那個詭辯家 瑟拉序馬霍斯 他的觀點是說 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 就是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 強權即正義 那麼 蘇格拉底 跟他爭論了很長時間之後 突然劃分一轉 他說 我絕不能同意 瑟拉序馬霍斯所說的 正義是強者的利益 但是就這一點而言 我們會在其他時間再討論 瑟拉序馬霍斯 現在所說的 在我看來是 更嚴重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更嚴重 就是他聲稱 不正義的人 生活的比正義的人更好 如果年輕人 都接受了這個信條 那麼這個社會 可想而知 會一路滑落向不正義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蘇格拉底說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 不是一件小事情 而是一件人生的根本大事 這個根本大事是什麽 英文是說 How should one live 中文翻譯成 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件大事 不正義的人 生活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 或者更好 這個命題其實涉及我們 人生在世的兩個核心的問題 一個是正義 一個是幸福 如果不正義的人 比正義的人過得更幸福 那麼很顯然 大多數人都會選擇 去做不正義的人 行不正義的事 對吧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同學 是來自於大陸 如果你們來自於大陸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 幾年前央視的一個調查 你幸福嗎 香港同學可能不了解背景 中央電視台在兩年前 曾經派了多路記者 扛著攝像機 滿大街追著普通行人 問一個非常非常傻的問題 你幸福嗎 你們可以設心阻地想一想 如果你在街上 突然有個人拿著攝像機 追著你問 說你幸福嗎 你第一反應是什麽 神經病是吧 但是就是這麼一個 豬一般的問題 卻引來了非常多的神一般的回答 比方說 這位 記者問 您幸福嗎 他把它聽成了 What's your name 他說我姓曾 我不幸福 還有這一位 這是在浙江撿垃圾的一個老頭 央視的記者 扛著攝像機 追著他屁股問說 你幸福嗎 老頭的第一反應是說 我耳朵聽不清楚 然後再接著問 老頭的反應是說 黨和政府對我非常的好 你幸福嗎 其實還有一個神一般的回答 這是一個 跟在座同學 年齡相仿的年輕人 他當時在排隊買火車票 然後當他回答完 一系列央視記者的問題之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 隊伍被別人插了 我要請大家 設身處地的 替這三個人 感受一下他們當時那種心情 比如說那個撿垃圾的老頭 如果你是他 當一個國家級的電視台的記者 扛著攝像機問你說 你幸福嗎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很顯然這個老頭 他只能去調用 他多年來 被養成的一種話語習慣 說黨和政府對我很好 對吧 那那個姓曾的那個 外來務工人員 我後面還會引用他的一句話 在他看來 你幸福嗎 這個問題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不配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好 這位年輕人 他的隊伍被別人插了 你說他幸福嗎 他當然不幸福 他現在心情應該是什麼樣的心情 沮喪 焦慮 憤怒 還是憤恨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這位年輕人 他有資格憤恨嗎 這年輕人 他的反應 是一種符合正義觀的一種反應嗎 OK 在回到這位年輕人之前 我想先簡單地梳理幾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 是妒忌 我們要談談妒忌和自尊之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生而在世 都是想為了獲得自己的尊嚴 對吧 那麼有個心理學家說 所謂自尊 其實是決定於你個人的潛能是否得到實現 以及你自以為自己的潛能到底是多少 之間的一個比率 所以在這意義上說 自尊等於成功處於你的報復 如果說你的潛能 只是當個小學老師 而你自以為的潛能 是成為李嘉誠 那麼很顯然 你過得一定非常不happy 對吧 在人生追求這個自尊的過程當中 無可避免的你會跟他人發生關係 在很多時候我們的自尊 不僅來自於自我的價值的認可 還在於他人對我的價值的一個認可 所以 威廉詹姆斯他就說 人性最深刻的原則就是 希望別人對自己加以賞識 而黑格爾 他有一句名言 就是我們自我的存在 永遠都是在他人的認可之中 他人的承認之中去獲得的 所以後來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學者 叫做霍奈特 寫過一本書叫做為承認而鬥爭 人之一生其實都是在 為了各種各樣的承認而鬥爭 那這怎麼跟我們的忌妒 聯繫在一起的呢 中文有句話叫做 人不畏己天誅地滅 我想把這句話稍微改一改 叫做人不比較天誅地滅 我們總是在跟這樣那樣的一些人 進行比較對吧 而有比較 就會有落差 有落差 就會有不滿 有不滿 就會有妒忌 這裡的不滿是對自我的 而這裡的妒忌是針對他人的 那麼 只要他人的更好的那種境遇 引起你足夠的注意 這時候 妒忌就已經開始落地生根了 但並不是所有的妒忌 都是破壞性的 比方說 有一種妒忌叫做溫和的妒忌 這種妒忌它沒有惡意 甚至是 某種意義上的羡慕 我小學的時候 我們同班有一個同學 女生 長得非常好看 成績也非常好 然後像白花樹一樣的站立 像小鹿一樣的奔跑 所以我對他充滿了這種 溫和的妒忌 而且這種溫和的妒忌 甚至可以激發起一些正能量 就又產生所謂的 競爭或者好勝的妒忌 比方說 為了引起他的注意 我就努力發展自己的得志提美勞 我對寶松也是這樣子 兩年前 她生了可敬 非常可愛 非常聰明 非常美麗的一個小姑娘 引起我了 引起我的溫和的妒忌 但自從去年 我生了不古 我就對她不再有溫和的妒忌了 我經常在朋友圈裡面 發各種各樣不古的照片 我希望引起她的 好勝的妒忌 那無論是這種溫和的妒忌 還是這種好勝的妒忌 其實都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妒忌 我們通常所說的妒忌是什麼 是那種充滿了敵意和恨意的妒忌 大家可以聯繫自己的日常生活 想一想 當你在跟他人進行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很難心平氣和的開始比較 對吧 你也很難心悅誠服的結束比較 她就是比我強 你不會這麼想 你會覺得說她不配得到她的那些東西 當你是在這個一般意義上 產生了這種妒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已從羨慕嫉妒發展成恨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康德說 妒忌就是忍著痛苦 去看別人的幸福 儘管別人的幸福 對於你本人而言 不產生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損害 但是只要你意識到別人的幸福 你意識到別人的幸福 對你的幸福造成了某種壓力 這時候這個妒忌 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妒忌 就已經開始啃噬你的內心 那麼我相信 每一個人 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 都曾經 非常強烈地妒忌過某一個人 當這種妒忌心爆發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讓你 進入一種病態的狀態 你會不由自主地去關注 那個人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 在某種意義上 你甚至是為了那個妒忌者而活 在心理學上 有一個術語叫做 蓄意的羞辱 什麼叫做蓄意的羞辱 就是在這個妒忌者看來 那個被妒忌者的 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 無時無刻不再提醒 他自己的那種悲慘的境遇 而且 那個人 那個被妒忌者的那個人 所有的言行舉止 他都是在刻意地羞辱你 舉個例子 比方說你同寢室的女生 她買了 迪奧的香水 而你呢 天天在用花露水 是吧 你的悲慘的境地 而且一覽無虞 這時候你就會想 他買迪奧香水 是為了蓄意地羞辱我 是不是 你每天拿著飯盆 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去食堂打飯 他呢 結交了一個高帥富的男朋友 你的悲慘的境遇一覽無虞 這時候你會想說 他結交那個男朋友是為了蓄意地羞辱我 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這個蓄意本身 其實是一個非理性的一個判斷 對不對 有一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在桌子上寫字 那個筆非常不聽話 不停地掉到地上去 這個筆不停地掉到地上去 因此我非常的憤怒 這個判斷是合乎常情的 對吧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事件解釋成 這個筆掉到地上 是為了讓我憤怒 大家能聽明白 這兩個不同判斷的差異吧 這時候其實你就處於一種 蓄意羞辱 蓄意假想 假想自己被蓄意羞辱的 這麼一種境地 這背後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心理學的一個概念 就是歸因理論 我們人是有理性的動物 凡事都要問為什麼 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我們只有找到那個為什麼的時候 我們才能平復我們的情緒 安撫我們的理性 對吧 而處於這種 一般意義上妒忌狀態的人 他們這種歸因方式 是發生了巨大的扭曲的 所以 有個叫做馬克斯舍勒的人 他說有一種妒忌 叫做存在論意義上的妒忌 什麼叫做存在論意義上的妒忌 就是單單因為那個被妒忌者的存在 就對妒忌者本身造成了 不堪忍受的壓力 責難以及羞辱 大家都知道 有個歌手叫做王菲 就是王靖文 他有首歌非常的好聽 叫做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但是對於妒忌者而言 則是你快樂所以我不快樂 你越快樂 我就越不快樂 對吧 那麼香港還有個歌手叫做鍾振濤 好久以前了 好久以前了 我們是恐龍級的存在者 這個阿B他有一首歌非常流行 叫做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有人聽過嗎年輕人 有人聽過嗎 對於妒忌者來說 是只要你過得沒我好 什麼事都難不倒 一直到老 所以 這是所謂的這個 康德所說的 妒忌啊其實是憎恨人類的一種惡惜 那麼我想說的是 妒忌 雖然有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妒忌其實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 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種驅動力的作用 它是我們訴求平等的一種原動力 我們為什麼要追求平等這個價值 在很大意義上是因為我們妒忌 但是我馬上要說 如果你把妒忌作為追求平等的一個原動力的話 它會造成非常非常嚴重的後果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追求平等有兩種方式 一種我把它稱之為是積極的方式 什麼是積極的方式 就是既然你得到了這些東西 那麼我也應該得到這些東西 這是一種積極的追求平等的方式 還有一種追求平等的方式 是一種消極的追求平等的方式 既然我沒有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也不應該得到那些東西 那很顯然 消極意義上的追求平等 就是忌妒者所採取的方式 這是一種向下看齊的追求平等的方式 在極權統治下面 人們的心靈很容易被扭曲 那麼 前蘇聯有一個作家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 他說在當時的蘇聯 人群當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 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 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 他們無法了解 那些人為什麼會有勇氣去干 他們本人所不能干的事情 所以為了讓他們獲得良心上的安慰 他就不得不去攻擊那些有勇氣 去追求公平正義的人 這種蠢儒主義的心態 其實也是一種妒忌者 向下拉平 去追求平等的一種心態的反應 我在小的時候 因為我是浙江人 我聽說過一個故事 說如果你去抓螃蟹 你用魚籠子去裝那個螃蟹 你是不需要把那個魚籠子蓋蓋子 為什麼 因為一旦有螃蟹 想從那個魚籠子爬出來 下面的螃蟹 就會把它拽下去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尤其在中國大陸 有太多這樣的犬儒主義心態的人 他們沒有勇氣去追求公平正義 他們還要去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拉黑 去污衊 去抹黑 那些追求公平正義的人 那背後 的這個心態 其實就是這種 忌度者 向下拉平 的這麼一種心態 這個人我不知道在座同學 你們認識他嗎 有人認識嗎 過去一兩年 他在中國大陸非常的火 他叫托克維爾 他寫過幾本書 一本書叫做《民主在美國》 還有一本書叫做《就制度於大革命》 中國大陸有位高官叫做王岐山 曾經推薦過這本書《就制度於大革命》 托克維爾還有一本書 是他《回憶錄》 《回憶1848年的革命》 那麼他在這三本書當中 其實共同表達了這麼一個觀點 他說 民主的各種制度 最大程度地發展了人心中的 妒忌情感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當不平等 是社會的通則的時候 最大的不平等 也都見怪不怪 比方說 在傳統的印度的種族社會裡面 屬於最低端的那些賤民們 他們不會 對那些貴族 產生任何的妒忌心理 因為這種不平等 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 一個background的意義上的 這個通則 妒忌其實 它只可能發生在 可以進行比較的人群當中 所以英語有一句話叫做 招致妒忌的距離 什麼意思 就是一切妒忌的發生 都是來自於 邻里之間 來自於可以比較的人群之間 對吧 乞丐 只會妒忌那個 只會妒忌那個 比他多要到十塊錢的乞丐 他不會妒忌李嘉誠 當然 所有的社會觀念 都是可以被改造的 一旦乞丐 意識到 或者說被教化 認為李嘉誠的錢 是不易之財 認為他自己 也可以有一天成為李嘉誠 那麼很顯然 乞丐就有可能 去妒忌這個李嘉誠 不管怎麼說 當一個社會從 不平等是社會通則的這個社會 轉變成追求平等的 這麼一個社會的時候 或者說當一切都以或都或少的 變抹平的時候 人和人之間哪怕是最小的差距 都會讓你 如芒在背 如梗在喉 這個雕塑 是在北大29樓門前那個雕塑 我非常熟悉 因為29樓是我們那一集 女生住的宿舍樓 這個雕塑 這個雕塑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它是由一個D和一個S 構成的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 察覺出來它背後的 implication到底是什麼意思 D是Democracy S是Science 就是民主於科學 因為北大被稱之為是 這個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但是非常有意思 這個S被雕成了 像海獅一樣的這麼一個形象 然後上面頂著一個球 所以後來就有人說 科學還頂一個球 民主連球都不頂 托克維爾在談論民主的時候 他其實是把民主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等同於平等 雖然北大的這個雕塑 告訴我們在中國 民主連球都不頂 但是如果我們去 綜觀從1919年到今天的 這個中國當代歷史的發展進程 你會發現 對於平等這個價值的追求 其實是極大的塑造了當代中國人的觀念 並且成為當代中國歷次革命的一個原動力 無論是1949年還是文革 都是如此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 結合這個托克維爾的觀念 我會認為 妒忌是平等主義的動機之一 那麼非常有意思 雖然托克維爾寫了《民主在美國》 雖然托克維爾支持民主 但他並不熱愛民主 他之所以對民主半心半意 就是因為他意識到 妒忌有可能造成的這種毀滅性的後果 他在托克維爾回憶錄當中 曾經講述過這麼一個故事 就是1848年 法國六月起役的當天晚上 巴黎的街頭槍聲不斷 然後貴族老爺在家裡面舉行家宴 一牆之隔 那邊是炮聲融融 槍聲不斷 裡面是春意融融 然後繼續在那裡 音歌厭舞 但是 此時 這個貴族的兩個仆人 說了話了 一個男仆說 只要過了今天晚上 喝著紅酒 啃著雞翅的人 就是我們了 然後另外一個女仆說 只要過了今天晚上 穿美麗的絲綢連衣裙的人 就是我們了 這段對話 如此的不加掩飾 讓那貴族老爺不寒而栗 所以騷亂平息的次日 他就把這兩個人 送回了老家 托克維爾在描寫這兩個人的時候 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詞 他說 那個野心勃勃的男孩 和那個虛榮心旺盛的女孩 野心勃勃 虛榮心旺盛 顯然都不是好詞 顯然是站在貴族的立場 對於這些妒忌者 做出的一個道德的判斷 對吧 但是我們換一個視角 我們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 是誰規定 只有貴族才有資格 吃雞翅喝紅酒 穿漂亮的絲綢連衣裙 又是誰規定了 窮人的貧困 是天意使人 而不是制度造成的 道德上任意的一個後果呢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有可能 把那個野心勃勃的男孩 和虛榮心旺盛的女孩的那種妒忌心 給她找到一個 有充分道德理據的這麼一個理由 我們就有可能使妒忌 變成什麼 變成我今天要講的那個核心詞 就是憤恨 我們就有可能 使得那個極具破壞性的 充滿了負能量的那個行動 成為一個 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正義的行為 是不是這樣子 羅爾斯說 人心中的妒忌 有可能會 以一種帶著敵意的方式大爆炸 但它要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人們對於自己的價值 和做任何有價值的事情的能力 沒有信心 比如說現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當他們本科畢業 硕士畢業之後 他們對於自己到底能不能夠 謀得一個讓他們滿意的職位 完全沒有信心 我有一個碩士的學生 三年前跟我說 他碩士畢業之後 只希望能夠在城鄉結合部 找到一個平房 每月能掙兩千塊錢 然後星期天的時候 跟他女朋友 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去買點青菜啊 豬肉啊 燉個粉條之類的 這就是一個 對自己的價值 和做有價值的事情的能力 完全沒有信心的狀態 而當這種心理學的條件 被體驗為是一種 painful和 humiliating的 這種感覺的時候 妒忌就會在很多場合 爆發為敵意 尤其是在一個社會貧富 貧富差距被極具拉大的 這麼一個現實社會裡面 尤其是我和他人之間的 這種差距 被社會結構以及生活方式 暴露無遺的時候 比如說你用花露水 他用迪奧香水 你騎自行車 他開寶馬車 這種不信者 就會被不斷地強迫提醒 自己處於一種 怎麼悲催的狀態 怎麼辦 羅老師說 除了反對那些 更多受益者的有利環境 這些更少受益者 發現自己別無選擇 而為了減輕他的憤怒感和低下感 他們發現 要么是以自己受損為代價 去傷害那些禁欲較佳的人 就類似那種自殺性的襲擊者 要么就是聽之認知 讓自己變得順從和麻木不仁 就是所謂的犬儒主義者 這是擺在 很多很多大陸年輕人面前的 兩個選擇 這兩個選擇 沒有一個是值得 我們去推崇 所謂的說 由平等所激發的欲望和妒忌 其實是現代社會的一個 基本情緒 他用resentiment 這概念去描述它 resentiment 在中文裡面有兩個翻譯 一個是怨恨 一個是憤恨 這兩種翻譯的指向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 我們今天中國 要想真正落實 這個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這麼一個理想 我們就應該在政治心理學和道德心理學的層面上面 把嫉妒怨恨轉化成憤恨 那麼什麼是怨恨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中國的社會裡面 充斥著 瀰漫著 各種各樣的怨恨的情緒 這種怨恨的情緒 在舍樂和尼采看來 是一種對自我這種無能感 卑微感 低下感的一種不斷的強化的過程 所謂怨恨 所謂怨恨 同時別人刪了你嘴巴 你像阿Q一樣 你說 你也配刪我 然後你一邊罵 一邊往後退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你把這種報復的衝動 強行的壓抑在自己的心中 這種隱忍和壓抑 其實是對自己的這種無能和軟弱 的一種強化和印證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 我相信有很多普通人 都是處在這麼一種怨恨的狀態當中 當所渴望的價值不能獲得 我們又在這方面 非要跟別人相比的時候 嫉妒就導致怨恨 我個人認為 在一個政治權利 在一個社會財富分配 相對平等的社會裡面 社會怨恨的情緒 可能是最小的 而在一個 內在等級森嚴的 這麼一個社會制度當中 怨恨的情緒 可能也會比較的小 那種忍無可忍 一觸即發 的這種怨恨情緒 只有可能在一個 人人都意識到自己 有權利跟別人相比 而在事實上 你又知道自己 無法跟別人相比的社會裡面 才會急劇地堆積起來 這種被剝奪感 這種充滿了這種怨恨式的 批評的情緒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 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 一個在表面平靜的 和諧的這個社會下面 一種涌動的一種情緒 我把它稱之為是 有中國特色的怨恨式批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 有中國特色的怨恨式批評 首要的原因是 體制性的遲鈍 因為在面對社會不公的時候 體制的反應往往是滯後的 甚至是視而不見的 甚至是扭曲的 所以由此導致的怨恨式的批評 它就必然會報復性地 把社會的所有問題 都歸因為體制問題 我個人認為這當然是一個 過於簡單的歸因方式 在我年輕的時候 不在我小的時候應該這麼說 在我小的時候我經常聽說一句話 叫做命苦不能怨政府 大陸同學都知道 那是聽天由命的一種犬儒主義 但是到今天我發現 在微博上 這個情緒可以用另外一句話來表現 就是命苦 都要怨政府 我的一切不如意 都是體制的原因 我的一切不如意 都是政府的原因 這兩種極端的反應 在我看來都不可取 都是一種過於簡單的歸因方式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 在今天盛行的這種怨恨式的批評 它的追本溯源 它的始作俑者 依然是這個政府本身 而不是那些普通人 這張圖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來 它的玄機在哪裡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金V的 奧迪A6的一個官車 這幅圖的一個圖說是說 只有一輛軍車遵計守法 其餘的所有車都在逆行 很顯然是個反粉 對吧 一般來說 在任何的制度上面 任何的政治制度下面 特權者在道德上都是可疑的 但是呢 明智的 謹慎的特權者 他會低調行事 刻意掩飾這種道德上的可疑性 而不是愚蠢的 張揚的去刺激 普通人的這種嫉妒心 那麼過去這十幾年 像這種軍車橫行霸道 我們是屢見不鮮 當然我覺得習政權正在吸收 或者說正在接受這個歷史的教訓 所以他才會公佈一系列的這種禁令 比如說官員不能在 共產黨員不能在公共場合吸煙 也有很多的這個中共官員 開始把自己的手錶摘了 把皮帶給抽了 因為他們都意識到了 我們不能夠 肆無忌憚的去 愚蠢的刺激人民的嫉妒心 正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 這個政府官員本身 他們的這種不正義性 所以才會導致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 普通人 常常會採取 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去謀取自己的私利 那麼在學術上面 我們會把它稱之為是 非正義局面的易循環性 什麼意思 如果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的 非正義行為 沒有受到有效的制裁或者制止 那麼其他本來具有正義願望的人 就會在不同程度地仿效這種行為 乃至造成非正義行為的泛濫 這就是所謂非正義局面的易循環性 當這個主導者是政府的時候 那麼上行下效 可想而知這個社會本身 會被扭曲到什麼樣的程度 英國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叫做大衛修莫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我獨自一人把嚴厲的約束 加於自己 而其他人卻在那裡為所欲為 那我就會由於正直而成為呆子 這個說法跟我一開始說的 柏拉圖的那個觀察 是非常之一致的 如果不正義的人 比正義的人過得更好 我為什麼要去做一個正義的人 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超越妒忌和怨恨 為什麼要超越它們 因為妒忌是憎恨人類的一種惡惜 因為妒忌使我們向下看齊 而不是向上看齊 因為妒忌有可能會徹底地敗壞這個社會的分俗 和良情 那在羅爾斯的正義論當中 他做了一個區分 他說妒忌它不是一種道德的情感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我就有可能產生妒忌 而與之相對的 resentment 我們在這裡把它翻譯成憤恨 憤恨是一種道德情感 一旦我們憤恨他人 就意味著 我們認識到 那個人為什麼過得比我好 乃是因為 不正義制度的後果 或者是因為 他做了不公正行為的後果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個憤恨與正義這個 最後的這個主題 英國有個著名的指揮家叫做Peters Johnson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區分了正義觀主導下的三種反應性態度 這句話說的非常的學術 其實也很簡單 什麼叫做反應性的態度 就是別人對你做出一個笑臉 你一般會笑臉相迎 別人刪你一嘴巴 你有可能也刪他一嘴巴 你跟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反應性的態度 對不對 那麼什麼叫做在正義觀主導下的反應性態度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有在別的觀念下主導的反應性態度 比如說在愛的主導下的反應性態度 你女朋友送了你一束花 你就送了她一百束花 這顯然在愛的主導下的這種反應性態度 它不是一個對等的 不是一個對等的一個關係 是吧 那是真正意義上的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但是在正義觀主導下的反應性態度 不是這樣子 Peters Johnson他說 有三種反應性態度 一種是 resentment 就是為自己而要求於他人的考慮 還有一個是 indignation 為別人而要求於別人的考慮 還有是 guilt 為別人而要求於自己的考慮 非常的抽象 我給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大家還記得那個 排隊買票 然後隊伍被別人插了的那個男生 那個悲催的男生 對吧 比方說 插插隊伍的人是寶松 因為寶松插了他的隊伍 那個人 就會寶松產生了一種所謂的resentment 為什麼呢 因為寶松侵犯了他的個人利益 所以他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 而對寶松有所要求 這就是所謂的resentment 那什麼叫做indignation呢 假定寶松插了那個人的隊伍 而鐵制作為旁觀者 跟他沒關係 他只是個路人假 但是他路過的時候 他義憤填膺 他為了那個男生 的個人利益 而對寶松有所要求 這就是所謂的indignation 就是義憤 對吧 什麼叫做guilt 就是寶松是個有良知的人 他插了那個人的隊伍 他突然感到了內疚 他為了那個學生的利益 而對自己 有所考慮和要求 這三種反應性態度 毫無疑問 resentment 是跟我們個體的這種自我認知 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它是最基本的一個反應性態度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自相的人 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 要考慮的人 這是一個最原初的 最有力的一個 心理學上的動機 這是我少年時期 特別特別喜歡的一個明星 大家應該都看過他的電視劇 對吧 小馬哥 小馬哥他有很多經典的台詞 其中一個台詞就是 我要爭一口氣 我要把我失去的東西 去奪回來 小馬哥這個爭一口氣 在什麼意義上 它是一種正義的這種行為 唯當他所失去的那個東西 是他應得的東西 只有滿足這個條件 我們才可以說 他的這種情緒 是一種與正義相關的憤恨的情緒 那出於這個學術的考慮 我們可以把它拓展成三個條件 小馬哥產生憤怒的必要條件 包括第一 其他人的行為 違背了非個人性的規範 impersonal norms 什麼叫做非個人性的規範 就是這是一個公共承認的公共接受的一個規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定立一些personal norms 比方說 我會認為 身高一米九以上的人 都應該送奸 這當然是一個personal norms 它沒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規範性 對吧 二 其他人的這種行為 侵犯了小馬哥的個人利益 這很好理解 第三很重要 小馬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 沒有違背過非個人性規範 或者說道德規範 尤其是針對那個侵犯小馬哥的人而言 這是使得他產生憤恨的必要條件 第三個規範的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它的重要性在於 當你對這個政府 進行非常嚴厲的批評的時候 你到底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動機 你是說 彼可取而代之 他能享受那麼奢華的生活 我為什麼不能享受奢華的生活 你是出於這樣的動機 還是說你是真正出於 對正義本身的這種訴求 那麼 關於憤恨和正義 我想說的是 人們在具體的社會生活當中 我們出於對正義的這種訴求 我們會要求在物質 或者說在社會地位上面 去獲得自己應得的東西 而一旦我們 在這些方面 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個人的情緒上面 在心理上面 去尋求另外一種補償的狀態 這種狀態就是所謂的憤恨 而這個憤恨本身 又會反過來 進一步地 刺激我們去追求正義的局面 那麼很顯然 如何去貧富我們的憤恨情緒 如何去追求我們的正義局面 最有效的手段 莫過於按照正義的邏輯去 惩治非正義 而不是用非正義的手段 去惩治非正義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 悲催的哥們 對他來說 很顯然 其他人違背了非個人的規範 其他人的行為 侵害了他的個人利益 對吧 而他本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 他一直在遵守那個非個人的規範 所以他有足夠強的道德理由 去產生憤恨的情緒 並且他有足夠正當的理由 去追求正義的局面 再回到這個姓曾的哥們 其實在我看來 他的所有的回答當中 有一句話是讓人聽了以後 異常的悲凌 為什麼這麼說 當他聽明白 央視記者的那個問題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是外地打工的 不要問我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是因為他覺得他 不配得到幸福 是因為這個不正義的社會 徹底的讓他成為一個 犬儒主義者 那麼什麼是正義 時間關係我非常簡單地說 所謂正義 就是使每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東西 而羅爾斯說 正義這個concept 它其實有兩個基本的形式化的條件 一個是不做任意的區分 一個是要獲得恰當的平衡 我只解釋第一個 什麼叫做不做任意的區分 每一個人 人生在世 我們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偶然性 我們的人生其實非常大的 受到這種運氣的影響 比方說 有一種偶然性叫做社會的偶然性 你生在中國西南的某個山區 你家裡有七個子女 七個兄弟姐妹 七個孩子共享一條褲子 作為老妖 你作為留守兒童 沒念完小學 你就被迫辍學 然後你輾轉到東南沿海去打工 所有的這些遭遇 它是基於一種所謂的社會的偶然性 還有一種偶然性 是所謂自然的偶然性 比方說你身高兩米二六 能跑能跳 從小籃球智商過人 然後你還出口成章 這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姚明 他又成為了億萬富翁 我跟他相比 我只是身高比他低了那麼一點點 但結果就是他是億萬富翁 我每年掙的錢他臨頭都不到 這是所謂的自然的偶然性 還有所謂的幸運的偶然性 這當然就更多了 大概八年前還是十年前 一絲世界盃 西班牙的一個守門員 他在參加那個比賽之前 洗澡 結果呢 浴室裡的一個器具掉了下來 他出於足球運動員的本能反應 他用腳去接那個東西 結果把腳給滑傷了 他沒法參加世界盃 這是所謂的幸運的偶然性 當然對他來說是不幸的偶然性 對吧 人生在世我們會遇到 如此之多的偶然性 這些偶然性 它是在道德上 它是任意的 還是說它的道德上是有理據的 每一個人人生的開展 不可避免的會受到這些偶然性的影響 而作為社會的基本制度 我們應該在什麼意義上 在什麼層面上面 去盡可能的 把這些偶然性對於個體的影響 縮減到最小 這是正義理論所要考慮的問題 那麼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給大家最後舉一個例子 這個人 叫做羅戀 2008年 他24歲 5年前也就是2003年 他放棄高考 從湖南的農村 來到廣東打工 先後做過保安 油漆工 跑過太陽能和房地產的生意 這個人非常地喜歡做文 愛讀莊子 他經過五年的打工 發現自己一事無成 於是他在2008年的9月 那個中秋節 他在月餅盒當中 留下了一張紙條 悄然出走 從此下落不明 這個羅戀 其實是中國 千千萬萬普通年輕人的一個縮影 它為什麼會引起 後來很多媒體的注意 是因為他在那個月餅盒的 紙條裡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在座有沒有中文系的同學 可以念下這段話 並且把它翻譯一下 有沒有人自告奮勇 這是一個高中促學的湖南的孩子 寫下了一段話 中生異議而不見成功 黏然疲憶而不知所向 慧窮不免求通不得 無以樹葉無以養青 不依悲乎 人為之不死蜥蜴 什麼意思 一輩子忙忙碌碌 卻見不到事業上的成功和建树 疲憊不堪的工作 但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裡 內心非常想要擺脫窮困的環境 但是我無能為力 想要謀求顯達出人頭地 但也做不到 沒有成就 無法成就自己的事業 也無法贍養自己的親人 這樣的人 活在世上不去死 還有什麼用處呢 這是一段追心刺痛的表述 再入同學也不要太自卑 這段話也不完全是他的獨創 他其實是從莊子的起無論當中 畫過來的一段話 這是莊子的原文 但是即便如此 我們也能領略到 這個羅戀 這個高中錯學生 他的文學的這種功底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社會制度 能夠給他提供足夠多的保障 他不會窮困潦倒到這個地步 他有可能會去實現他 本應該實現的那個潛能 獲得他的自尊 我剛才說了 因為這個社會的體制性的遲鈍 所導致的怨恨式的批評 在今天的中國 成為一股難以抗拒的潮流 社會潮流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雖然憤憤不平 不平則民 但是問題在於 並不是每一種不平和抱怨 都有道德上的意涵 在這樣一個人人喊痛的時代 我們需要謹慎地區分 這個痛的波段 到底是 妒忌 怨恨 還是憤恨 在一個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的 社會上行 嚴重受阻的 階級結構 徹底板結化的今天 有很多妒忌和怨恨的本質 它是憤恨 而這些憤恨的情緒 它完全可以成為一種 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通過訴諸社會正義 予以轉移 釋放和化解 最終讓無能者有力 讓悲觀者前行 好 謝謝大家 你要繼續站在那兒嗎 我是不是要到那裡 非常感動 今天來這麼多人 然後大家在外面很辛苦的同學 也都沒有 可見大家真的 愛周聯 或者如鳳凰王所說的 對 如鳳凰王那個表 真的是在座同學 都很關注正義 肚臍和憤憤的問題 那既然大家這麼關注 是不是就請大家可以 請出問題來 人非常多 所以請大家提問題的時候 盡量的 好吧 直接講point 現在開始 沒有第一個嗎 我以為一開始都說了會 哇 還是大家還在思考階段 你們不講的話 周寶聰老師就會 所以 對 有沒有同學 各種問題 那邊 麻煩 請說 好 有話長嗎 好 好 謝謝 靈魂 rr 請 K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哪个事 请大家提问 稍微简单来讲自己的那个背景 或是现在回答 我不担心会出现什么声音的混杂 我觉得现在恰恰是因为只有一种声音 各种混杂的声音被压制的太多了 所以才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正义难以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看来 其实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从休默一直到罗尔斯都会认为 正义得以可能的条件在于 一 主观上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 我们都是偏向于利己的 二 这个社会资源是适度有限的 或者适度匮乏的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是个人人利他的 这么一个社会的话 我们无所谓正义不正义 有好东西我就给你嘛 对吧 你给你越多越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但不可能 对吧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社会是 它社会的资源是极大丰富的 那每人可以各取所需 如果社会资源是极度匮乏的 我们就进入到了 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对吧 那现在中国的社会 恰恰是处于一个 社会资源适度匮乏 而每一个人的这种 个人主义的这种 意识又在抬头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这个社会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满足 正义得以可能的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 那今天中国社会 它之所以会造成 这种社会评测差距 急剧拉大的这么一个现状 在我看来是因为 我们政府 没有让各种各样的声音 充分地去表达它自己 没有让各种各样的利益 通过合法的渠道 去追求自己应得的东西 所以在这意义上说 我觉得恰恰是 就是正义应该加速进行 而不是说正义应该缓行 如果正义缓行的话 这个社会才会落入到 你所说的那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谢谢你 好 谢谢 和其他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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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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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和法律方面的一些认同 然后私人道德 然后信仰条件就可能是 我觉得有点像您刚才说的 就凤凰网提出的那个问题 中国人现在有没有信仰 或者说它所谓一些生活信条 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要努力去达成这样的条件 才能取得民主的政治成果 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论它被很多人用来说中国模式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成熟的社会条件去实现民主 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论是把大部分的责任转嫁在社会和民众身上 那能不能我们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政府或者制度上面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 比如说对于民众的特定知识 私人道德和信仰条件 在这方面他们创造一些有利的东西 而不是单纯的把这个责任转嫁到民众身上 谢谢 谢谢你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 你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就是大发善心 然后努力培养我们人民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条件 来营造一个向民主转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外在和内在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有一点分裂 就是社会它有一种营造两方面对立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子能让这两个东西 就中间那个堵住的那个症结的东西给打通了 而不是说单方面的强调一方的责任 然后另一方好像就可以高高在上或者是撇得很干净 你这个基本的判断我当然是同意的 但是关键是谁做那个initiator 我觉得政府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善意 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动机 那知识分子和那个媒体呢 知识分子有这方面的动机 但知识分子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肖伯纳曾经说过一句话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 什么意思啊 就是能者就做事了 不能者就在教书 或者说像我们叫talks 我们就聊天 对 但没办法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不肯做 他能做他不肯做 而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想做但我们不能做 或者我们做不到 现在确实是这么一个 处于一个撕裂的一个状态 或者一个僵局当中 但是我想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身边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 公民社会的这些运动 包括我和刘晴兄 保松兄 铁志兄 我们都在公共媒体上 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我想这也是我们 在有限的这个范围内能做的事情 但是未来到底由谁来决定 不知道 对 那你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是想说 愤恨的消解方式 到底是什么 是吗 我觉得愤恨的消解方式 当然有很多 我觉得现在政府很聪明 它在收买老百姓 但这个收买本身 在我看来 不是消解愤恨的一个正道 它是一个歪路 邪路它是 那个正道是通过正义的方式 去消解愤恨 通过诉求正义的方式 那你觉得 觉得媒体它在舆论引导方面 发挥的作用能 就有助于这种 就是所谓的愤恨转化成义愤 这样可能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就会减少很多 愤恨转化成义愤 这个好像跟这个没关系 但是就谈媒体的功能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 南方周末去年一年发生的事情 对去年年初的时候 南方周末的元旦献词 它是因为受到了 这个来自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些修改 然后有一系列的抗争行为 那么当时有很多人参与到了 这个支持南方周末这个运动当中 那么一年之后 开始秋后算账 那南方周末它也 内部的一个高管 以全体南方周末的 员工的名义 出具了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说 当时在南方周末门口 支持南方周末的那些人 严重地干扰了 南方周末的内部的这种运转 这个证明本身 当然没有得到 南方周末全体员工的认同 但是这个证明本身 它可以折射出来 一个非常残酷的 中国的现状 就是媒体的独立性 正在日益的萎缩 它受到来自于权利的 各方面的这种挑战和压力 所以你说媒体它在未来 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 正面的功能 我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你要说我为什么乐观 那是因为有铁制 有它在香港做号外 这两天香港 媒体陷入空前的危机 你是两位好 现在比较多 周老师您好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学硕士 在我手上有一本 您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里面有一篇文章 谈论的是大学里面的吴明氏 就您谈到现今大学有一个现象 很多老师都记不住学生的名字 然后您就引发了一个反思 是不是只有最优秀的学生 才能被老师记住 然后您有一段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 说现在大学教育正堕落成一种 失去灵魂的卓越 它会培养出一些胜利者 这些胜利者是苟且的现实主义者 然而也会培养出大批的书家 变成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 所以这就是激发了一个 我对当代就是中国的大学教育的一个反思 因为毕竟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们好不容易挤进高校的门 然后却面临这样一个冷漠的状态 所以您对于当下 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个教育有一个怎样的思考 还有就是想感谢您 因为您刚刚讲了很多很温暖我们的事情 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 包括很多来中大讲座的一些教授 他们对于90后没有一个很完全很全面的了解 他们觉得90后是特意独行 特别独立的 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思考 甚至寄希望90后可以发起一种社会运动等等 但事实上这个我之前也提过 包括人民日报它曾经有一篇社论 说90后已经是默契沉沉的一代 所以说面对诸多压力 请问您就是对于90后即将告别校园的一代 有没有什么一些指导或者建议 谢谢 谢谢这位同学 其实我特别不习惯用90后80后70后 这么一种整体的概念去描述人群 因为我觉得个体的差异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70后既有宝松 也有比如说降师公这样的人 那60后有刘勤兄 那也有刘晓芬是60后吗 是50后是吧 50后有肝羊 那也有比如说王沁杰老师 所以说不能用代计去涵盖一个人群 我觉得他们其实内部的那种 吩咐性和差异性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个人始终是对年轻人抱有 极大的这种期望 我觉得 我前两天读到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好 他说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广场上跳舞 唱歌 不顾他人的反应 几十年以后 同样是这批人 他们在广场上跳舞 唱歌 不顾年轻人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 说的是哪代人 是那些文革时期的人 大妈们 这些大妈们曾经是红小兵 但我觉得 时代毕竟是在进步 当这些大妈们 在广场上跳舞唱歌的时候 他身边的那些年轻人 已经成长成你们现在这样的样子 而你们又因为有保松这样的老师 所以我想这个 关于大学的教育 关于年轻人的未来 我没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方案和看法 我始终相信个体的力量 我始终相信个体的力量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影响和感染 它更多是基于一些 有血有肉的这种楷模的这种影响 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北大的老师 对学生是非常非常之友好的 我曾经跟我的老师一块 一边聊着哲学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吃着花生 然后经常会聊到凌晨两点钟 三点钟 是这些老师给了我 就是一个标杆式的 这么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那我相信就是有保松有铁制 对于你们来说 也会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和激励 至于你说中国教育 该往何处去 我不是教育部长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 我能影响的只是我身边的学生 我不能影响整个大局 但我并不因为我不能影响大局 我就不去做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这是我们身处一个大时代的每一个个体 都应该秉承的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无以善小而不为 无以善小而为之 你要尽可能的让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使得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 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这是我们能做的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周连 首先欢迎你回到重大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事情 我印象中在中文大学的 最少在我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 这么严肃的一个哲学的讨论 能够有几百人集在一起 进行这样的对话 我相信是第一次 所以我作为这个主办者 也谢谢各位同学来参与这样的讨论 这是郑正系周宝松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这么严肃的题目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的主题是分恨与正义 然后分恨单元是一种道德的情感 你非常强调对不对 所以你区分的这个正义观主导下 有分恨跟义愤 你的观点是希望这样子讲吧 就是如果这个社会制度非常的不公正 然后我们活在这个非常不公正 不正义的制度之下 我相信我们都会有非常前列的 愤恨感或者义愤感 我想香港的同学应该也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这种感受 但如果一个人有非常强的愤恨的感觉 感受的时候你要消解他 那你消解他我想有三种方法 或者三种法系的方式 在你狗狗狗狗站里面法系的 你有三种法学的方式 一着急就开始说粤语了 你有三种法学的方式 就是你面对这个联正英比如 你就非常的愤怒他 要么你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态度就是你要用暴力的方式 是报仇报复的 用一种非常暴力的形式去处理他 另外一种就是你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 你会变成一个显异主义者 或者一个虚无主义者 或者一个自立主义者 或者一个挫败主义者 你觉得所有这个事情 都没办法改变 我知道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但我完全没办法改变 那我要么就 要么就不管他 要么我就参与到进去这个游戏里面 去帮我拿到最大好处 我就没有看 但这两种我拆审周年的理想 这两种都是不理想的 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是发削 或者说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在会某局里结 或者一个云与举与结的话 这个也不是理想 所以你希望就是说 如果这个奋恨能够变成一个正面的力量 我们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 比如令到这个制度慢慢的越变 越公正的话 其实最理想的 这是我想是你最核心的讲法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人怎么样可以处在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作为一个个体 活在这个不公正的制度里面 怎么样让自己需要一种 什么样的延伸观 或怎么样理解自己 就回到你一开始很合适的问题 就是到底这个公正 the sense of justice 这个公正感 跟我的good life 跟我的延伸 跟我的幸福 the happiness之间 到了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下 我才能够保持这种的状态 一边很愤恨 同时又很积极地去推动这个社会改革 这个状态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有这种状态 然后这个状态要很平衡才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艰难的 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 包括我自己 可能我们也经常处于这种状态里面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想听一下你怎么样 怎么梳理这个问题 或者怎么回答你 一开始讲那个问题 就是good跟right 这个justice 跟这个happiness之间 到底怎么可能 或有没有可能 以某一种形式能够调和起来 谢谢 好 谢谢宝松 宝松对我的这个基本观点的勾勒 非常的正确 那其实你后面提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good和right 如何调和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愤恨这个情绪 如何可能以一种正义的方式去疏解它 对吧 那对于这个愤恨的情绪 如何以这种正义的方式去疏解它 这个问题而言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就是 愤恨其实是我们诉求正义的一个原动力 就此而言它们是存在概念的联系的 否则的话 你追求的就不是正义 你就是那种我说的 彼可取而代之的 那种想法 那种阴暗的心理 你要推翻它 只是因为你想成为它 那就不是出于愤恨 那是出于妒忌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概念上 愤恨和正义之间 是存在必然的关系的 那在我们具体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确是要非常艰难的 去自我澄清和反思 我心中的这种不平 它到底是妒忌 是怨恨还是愤恨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痛苦的一个自我 厘清和自我克服的过程 你要说如果 因为这个太难了 所以我不去做它 那我无话可说 但反过来 人生就是一场艰难的 自我克服的一个过程 在座同学 你们都是具有 充分的高度的反思能力的人 你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明白 希望能够澄清自我和社会之间的 这种关系到底在哪 那个落脚点在哪里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你后面说那个good和right如何 调和的问题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 我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 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一个正义的社会 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但是 一个不正义的社会 一定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而同样的一个正义的人 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 但是不正义的人 按照康德的说法 他就一定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他不deserve 他在道德上不deserve这个东西 那具体的来说 我有一个大致的一个 框架性的一个构想 我觉得如果一个个体 他想要在漫长的人生当中 既获得正义又拥有幸福 那么这个社会的基本框架 应该是这样的 它在制度的层面上面 它满足正义的基本原则 它在具体的这种市民社会 或者说这种共同体的层面上面 它可以给你提供足够多的选项 让你去过那种私密的 超验的 充满了那种 紧密团结感的 那种社群生活 很大意义上 我们的幸福感是来自于 这个层面 而不是来自于抽象的社会制度层面 OK 我就简单回答 多讲一句就是关于 从愤恨到正义的行动 因为你刚才讲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自我调整的行动 其实这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知识带进来 或者说关于教育跟媒体 通过某种的集体行动 我可以去改变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会 就比较有可能变成社会进步动力 那这就是刚刚同学问到 这个时候可能媒体很重要 教育很重要 你怎么去认知这个议题的 这个框架 其实我觉得是也许 这是我们这些做文字跟思想工作的人 可以扮演的一些角色 好 前面可能不太公平 两边 我怕 OK 那边有位同学 还有接下来这边 这位白色衣服女生 请大家听一下 因为时间越来越少了 就在这里 你好 你好 我想问问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大学生 看见一些中国不太正义的世界 我们可以怎么改善中国大陆的情况 比如以前有一些世界粤语抗争 或者是一些中国的法律的问题 都不是太正义的 我们都觉得 但是我们在long term 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变中国的社会 我先让 我们先收集了三个问题好了 请 然后秋连老师特别喜欢您 然后我是吉他 谢谢 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愤恨您帮我在这个演讲中很好的梳理了 可是呢 正义我觉得您一开始 并没有特别好的梳理 那您说柏拉图的争论 也没有很好的说明 到底什么是正义 最后我归纳您的观点 可能归纳错了 你是说每个人都要得到他应得的 可是什么是应得的呢 可能每个人对应得的又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见解 那您能不能就是帮助我们尽量精确的去定义这个应得和正义 那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您很强调动机 您说如果你推翻他是为了想成为他的话 那么这不是愤恨 而是妒戒 那问题是动机是不可就是别人不可测的 并且我自己也经常改变的 这个东西用于自行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想借此改变社会 或者说造成一个社会运动 希望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他缺少这样精确的度量 可能会造成就是实施或者就是 甚至是推广上的这种障碍 然后谢谢老师 我特别喜欢你 帮你害怕一下 来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那位香港同学的问题 对 其实我对您的这个问题的回答特别简单 就是我觉得保持自由的香港 实现民主的香港 就是对中国大陆政治的最好的支持 现在这事情也不容易 所以大家要keep fighting 对于这位女同学 你的两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特别的触及正义这个问题 那我援引的那个正义就是 持每个人或者应得的那个东西 然后你问了一个非常有学术质量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道德上的应得 这个问题我就很抱歉了 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到中国人民大学去上我的课 因为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讲一个学期 我们才能把这个大概的问题 框架给梳理清楚 但依然不可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为哲学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简而言之就是 关于道德上的应得 我们哲学家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客观的一个回答 至少去逼近这个回答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 这就是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 那么你刚才说这个愤恨 它因为不可被度量 所以它很难在具体的社会运动当中 去落实它 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是吧 没错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做这个演讲 我想达成的一个后果就是 我希望每一个同学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都会去 时时刻刻的去 建立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 就是把这些问题 当成是你自己切身的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是别人给你的一个现成答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你通过自己的反思 去获得的答案 所以在这意义上说 我希望每一个去追求 所谓社会正义的人 他们都是有着充分的 这种理性反思能力的人 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拷问 而不是说 有一两个运动的领袖 以一种灌输的方式说 你应该这么走 你应该那么走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 都对于这个行动本身 对于这个方案本身 有充分的反省和考量 对于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动机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辩解 和辩析 只有这样子 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一个理性的个体 只有这样子 苏拉底的那个问题 How should one live 它才真正的是有答案 是这样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是香港晋慧大学的毕业生 现在是在张铁智先生刚刚说的那个 可能是面临很大危机的报社那边任职 然后我的问题是 那个老师刚刚提到说 就现在在中国 个人主义在抬头 然后愤恨的情绪在蔓延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现象可能 我并不太同意这个判断 因为我觉得可能 现在更多的出现的是在校园 或者是说 城乡结合部 可能来打工的一些外来青年 因为他们 对他们来说冲击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到农村那边 可能像刚刚提问的那些 你幸福吗 那些回答的那些老爷爷 可能他们的那个整个感觉 他们并不存在 就可能未必有那种愤恨的意识 就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是不是 就是执政党就是人 就是很大的一个农村地区 或者是很辽阔的中国地区 对那个整个执政党的这个满意程度 其实是比我们现在很多 中产阶级城市人想象的要高 所以我想请问老师的是说 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因为我知道中国知识界 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的争吵 就是说您觉得说 像这种愤恨去推动一个社会变革 这样子的情况存在多大的可能性 如果说存在的话 会在未来大概什么时间发生 或者是说那个 或者是说 是不是有一些人的愤恨 有一批人的愤恨 某一个阶层的愤恨的力量 会比另一批人的愤恨大 会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谢谢老师 后面一位 麻烦你大致你比较辛苦 您好 我是香港的大学 政治与政权系的同学 刚刚跟我们教授提及了 政治的条件有两个 一个是智力 一个是物质缺乏 物质缺乏 那一个是大家是人同的 但是关于智力的 我有一些意见 首先我想用那个不正义的定义 来做一些推论 就是如果你说 正义是不允许任意 一个arbitrary的condition的话 因为这个任意的condition 会导致一些不公义 而且这个在背后 是有一种暗示是 这种不公义是 需要我们的一些reduce 是调整一些调节的环境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一个正义的环境下面 去求我们的人生目标 但是就拿姚明来当一个例子 刚才说 姚明因为一些先天任意 而他赚很多钱 他是在一个既得利益界的地位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任意是不正义的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是阅者 我们有姚明的身高 我们有姚明的南球智商 我们是阅者 我们是受压壁的 因为这个调整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感觉 我们才会有这个自觉 但是其实 没有他那些调整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去证明 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些reduce 或者是我们现在是不公义的 但是social contract 是一个很weak的argument 因为其实我们很难让一些既得利益者 去回到一个thought experiment 去赤裁 我们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这样 所以在现实上 我们就不应该要这些钱 所以我想 如果我是姚明 我是不会同意拿出这些钱的 所以我对正义的调整 智力是有一些意见的 我认为智力 其实不是一个适当的调整 去carry out 一些有关正义的distribution 而且我感觉正义好像 要在一个 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有mutual advantage 我们应该在一个 物畏物利的社会中生活 有一个这样的调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意识 社会才能有一些 关于正义的分配 但是 如果我们在谈这个条件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 mutual advantage的意识 我们有一个 wisiposity 想每一个在社会里面 生活的人 都生活得更好 这个意思 其实是需要时间 需要社会的氛围 需要教育来培养 不能一步到位 所以你刚才说 中国现在每一个人 都好像很有个人的意识 很致力 而且是目击缺乏 所以中国是适当去carry out 一些有关正义的policy 或者是distribution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好 谢谢这位男生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你这问题 非常的学术化 你这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在挑战休默的 那个正义的主观环境 和客观环境 然后你是 另外一个问题 你是在挑战罗尔斯 对于这个自然天赋 到底是不是common asset 这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你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个人认为是不恰当的 就是你挑战 罗尔斯的这个观点 并不能够反过来去挑战 休默的那个 关于正义的主观环境 和客观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我说 我引诫休默的观点说 正义为何可能 他必须要满足 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 这两个条件 所谓主观环境 就是人是自立的 当他说人是自立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 人是利己主义者 他不是说 人是极端自私的人 他只是说 每个人首先都考虑 自我的东西 但他并不排斥 就你说的reciprocity 这个问题 你明白 他并不是说 人是极端自私的 如果人是极端自私的 的确 正义的主观环境 是不存在的 但是卢尔斯也好 还是休默也好 他都没有说 人是极端自私的 不是一个 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他只是说 人是自立的或自向的 我们首先 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但不排除 我们会去考虑 别人的利益 或者至少我们 对他人的利益 是目不关心的 但是这是一个问题 那你对姚明的 那个例子的挑战 其实就涉及到 诺奇克跟卢尔斯之争 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两个人之间 到底谁 最后说服了谁 不知道 我相信 卢尔斯没有说服 诺奇克 诺奇克也没有说服 卢尔斯 这再一次证明了 就是哲学问题 它是没有一个 最终的答案的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有机会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双方的 诺奇克也好 卢尔斯也好 他们的这个 整个的问题的 那个论证的脉络 可以铺展开来 我们可以慢慢地谈 但是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 就不能过多地 去触及这个问题了 总之谢谢你的问题 那么刚才这位女士 问题 首先我不是个未来学家 所以 我很难预测 就是这个中国 这个政治转型 到底是哪一天 我曾经跟我的朋友 打过赌 对 还没有呢 因为我那个 我预测的时间 还没来临 对 你说的对 就是在中国 广大的乡村 有很多的老百姓 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 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难解释 因为人是适应性 很强的动物 在政治心理学当中 有一个词叫做 adaptive preferences 适应性的偏好 什么叫做偏好 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叫做适应性的偏好 就是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是有可能被这个制度所塑造成 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的 比方说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朝鲜的一个纪录片吗 有一对好像是美国 还是西方的这个医疗团体 进入到朝鲜 给朝鲜人民治疗白内障 当那些白内障患者 他们重建光明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反应 是哭天腔地地铺在 这个金正日的这个画像前 感恩戴德 他们对于这个金正日这种拥戴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所谓的adaptive preferences 所以你说 现在有很多社会学的调查 会发现 某些专制国家 他们的那个人民的幸福感 会比民主国家的幸福感更高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 你通过这种强大的 疫情态机器的这种宣传 洗脑灌输 他们的确会塑造成 就是我忠心的拥戴 热爱这个政权 和领袖的这么一个假象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并不能用来挑战任何问题 其实是 因为他这种主观任意性实在太强了 谢谢你 好 现在又要挑战你 留心啊 有哪个东西吗 哪个东西 哪个东西 他上东西 他上东西 那个 跟周连兄是经常观点很一致 我没有商量过 这个也不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问题 我在想 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这是两个东西 正义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认知的 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而愤恨呢 是一个情感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想 你可能会讲 这两个东西是 是不同源的 是相互是独立的 但是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呢 又区别于 把愤恨比如说 区别于 envy 这种羡慕啊 或者说妒忌啊 也就是说 你有一种感情 比如说是一种不满 对现存知识的一种不满 然后你拿来衡量说 你符合不符合一个正义的观念 而你所定义的正义是说 把那个道德上 morality arbitrary的因素 能够降到最低的 这样一个结合社会 那么在这里面 你又好像介入了一个 就是说奋恨 虽然它是一种情感 但是它是一个认知依赖的 也就是说 你符合了这个认知 才能算着 才能qualify 作为一个奋恨 那么这个呢 我就会 有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好像取义太高了 因为我们常人在生活当中 对很多很多东西不满 他并没有一下子说 我有这样一个 特别philosophically sophisticated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保持这个情感的 他自己的独立的那个 源头的话 没关系 我们先有妒忌 先有其他的不满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提升的 可以在 就你对这个不满 你是仇富的 你仇富只不过想 想变成富人 但是如果别人也仇富 或者富人他也不满 在这个当中呢 慢慢慢慢在这个情感和理智的这个 情感理智 理智到情感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可能会上升到 一个符合你说的那个 言格意义上的愤恨 我的意思说 就不要在那个妒忌和愤恨之间 有一个crystal clean line 就是说这个是低级的一个情感 那个愤恨又是非常高级的 崇高的情感 这个之间其实是 可能会有一个连续谱的东西 这时候可能公共理性会介入 这个感情的升华的这样一个机制 我不知道同意不同意你 我非常同意刘青雄的这个描述 我做的是一个概念区分 你在刻画的是一个 我们在现实的这种 对 它的一个生成的 一个可能的过程和机制 这毫无疑问是这样子 但我的确也是会特别的强调 就是愤恨所具有的这种 认知的这种特性 它不应该是 纯粹的这种心理学的东西 它必须要有知识论的 这么一个dimension在这里面 而这也的确是对 每一个个体 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你说取义过高 我认同这个判断 但是我想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如果说我们没有对 愤恨的这么一种 知识论这个层面的 这种诉求的话 那我们就会永远 停留在这种低级的 这种嫉妒和不满的 这种情欲上面 而这种嫉妒和不满是 它可以泛滥成灾的 它可以任意而为的 它可以不讲任何理由的 我自己特别担心的就是 今天在中国大陆弥漫的 这种仇富仇官 甚至仇一切的这种心理 它是撕裂整个社会 甚至是我觉得 败坏这个整个民族的 这种精神传统的一个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毒药 当然 我最终 因为我是个个人主义 所以我最终 我要把这个问题 要抛给每一个人 是你们每一个人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诉诸政府 国家 通过一项社会改造运动 重新塑造新人 不是这条路径 好 好 这边会 还有 这个男生 好 我们就稍微 他拿上去学前 好 好 好 就是我 我大学 我小学 我有两个问题 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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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做 直播这个 的 竹子的 那个 兼项和民众的 小白 是大兴趣的时候 那 泽子应该 他很多 他做一个 先民众 兼项的 对话 他不去做 但是 大家知道 都要 就是一个 专队 去做 推荐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教授您好 我是中文大学英语系的博士生 我在听您演讲的时候 我不断地想到的是 汉娜·阿伦特对Ackman trial的一个反应 他当时就一再强调 正义是通过理性去保证的 而不应该把情绪 愤恨的情绪带到法庭里面去 因为愤恨这个情绪本身 会成为保证正义的一个障碍 我们从二战的历史上来看 犹太人所受到的那些灾难 当然会引起非常正当的道德上的愤恨感 当然犹太人寻求自己家园的要求 也应该说是符合正义的这个理念的 但是呢 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的家园 而保证犹太人取得这个家园 这个本身的这个行动 是不是符合正义的原则 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权的 而这个之所以成为历史 而又被大家接受呢 我觉得这个原因之一 是因为犹太人的分恨本身是有道德基础的 所以很少有人会去觉得 这是一个不正义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 你有没有对这个阿伦特的这一套理论 有一个那个反馈或者反思 谢谢那位香港同学的问题 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政府和民众 这个谁对谁错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想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回应 就是真理它当然并不总是掌握在 多数人的手中 我们都知道这句话 但反过来真理也并不总是掌握在 少数人的手中 所以以人数之多寡去决定 谁对谁错 在我看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这跟就是人数的多寡 跟真和假是没有关系的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我觉得在一个 半民主的社会吧 我就说香港现在算 这个社会本身 这个政府本身 它应该是具有某种合法性的 这个合法性它具体的表现 我觉得在于 它可以在某种时刻 不要去对民意做过多的 屈就 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府 它无时无刻不再考虑 要回应和屈就民意的话 那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是极其低下的一个政府 它就成了一个反应性的一个政府 它不是一个问责性的一个政府 但是问题的吊诡在于 就是民主政府它一方面 它要有它的政治权威性 但另一方面呢 它这个政治权威性 又不是绝对的 它时时刻刻受到民意的挑战 民意始终在质疑 挑战 甚至动摇它的这个政治权威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要使这个民主政府 得以用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 去运行它 是需要政府和人民 都要有非常高的这种政治意识 和这种政治智慧 而这个政治意识和政治智慧 只有可能在不断的这种具体的 议题的这种交分磨合当中 去训练 训练政府也训练民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刚才其实有位女士说到说 中国政府现在经常说 中国人民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不配拥有民主 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 特别滑稽的一个说法 你从来都不让它下水 然后你说因为你不会游泳 所以你不应该下水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很幸运 就是你们已经在水里面了 你们已经开始尝试的游泳了 现在只是说 泳资到底优美不优美 游得到底快不快的问题 这是需要彼此之间既互相批评 又互相配合 是需要很高的一个政治技巧和智慧的 那么你说传媒的功用 我觉得简单说就是 在一个罗生门的一个时代 我们只可能通过尽可能多地 接触不同的传媒 不同的信息源 然后形成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 那传媒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就在这里面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同的 关于这个事实的面向 供我们去参考 只有一种声音 那就意味着这个事实的消亡 那这位同学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蛮具有挑战性的 我能想到的一个回应是这样 奉恨是使正义得以可能的 一个道德心理学的一个动机 当我讲奉恨的时候是这样 但奉恨并不能够引导我们 走向所谓的最终的正义 它只是一个动机 它不是一个终点 最终那个正义的局面如何达成 我个人认为 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性的 关于正义是什么的理解 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非常非常贴地的 接地气的那种实践智慧 要有那种历史的意识 要有那种政治的智慧 所以在这意义上说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 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 被正义所主导的话 这个社会可能也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亚里舒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正义还需要有爱来补充它 所以在这意义上我就想说 虽然罗尔斯说正义是 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 但是除了正义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美德 也需要兼顾 我又只能这么抽象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谢谢 正恩老师好 就是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有两个原则 第一是平等原则 第二是差异原则 以前我跟我们同学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这个差异原则 建立在弱势的群体 在这种差异中能够得到比强势的群体 更多的利益 那么这种差异原则就是符合正义的 但是他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假如在这个社会当中 不是这种能者多劳多德 而是一个弱者可能少的少劳 或者说更低一层次的劳动 但是得到更多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话 可能也是对这个正义的一种 或者说对强者也是一种不公平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像周舵老师他就谈到 现在更应该的就是说正右金左 反而应该这样一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问一问 这两种它是这种质疑吧 我一直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就是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关于这种愤恨与正义 我就想谈到就是在中国的这种 理性的一些公民主义者 包括像许志勇 王公权他们的一些行为 但是他们在践行这种正义 并且是非常平和理性的一种行为的时候 但是却遭致了现在这样的一种结果 我就想知道 这种正义在中国的这种实现 既然如此的艰难 那为什么 这种动力在哪里 对 谢谢 我想 你好 我是香港的学生 来自真正系的 然后我想 其实我想follow follow刚才那个同学那个问题 就是像一个男生 他说 他说到民主的东西 然后说 他的问题是 所谓 我觉得不是真理 就是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 是否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一个 majority 然后其实我想问一下关于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在说democracy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在说 那个 担心的一个担心的担心的担心的担心 然后就是说很多 很多担心的担心的担心的担心 然后要进过一个 procedure 然后要 incoincident with 那个 majority 担心的担心的担心 然后但是呢 其实 democracy呢 我们还有一些 担心的担心是 不能够被 majority 去override的嘛 那些担心就是 一种担心的担心的担心 是subordinate to the liberal rule 然后或者是说 那个democracy to a certain extent 要去be compromise to the liberal rights 是不是 我其实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liberal rights 跟那个democratic democratic rule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conflict 是 我还要先回答 这位同学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是一个 非常学术性的问题 就是自由主义跟民主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 非常的一言难尽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 在 1994年的时候 罗尔斯跟哈马斯 有一个debate 这个debate 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在谈这个自由主义 和民主之间的问题 那哈马斯会批评罗尔斯 说你这个自由主义 过多地在强调这个 就你说的liberal rights 这个东西 忽视了民主正当性的 它的重要性 那么 我个人认为 这个讨论本身 它一方面是有学术方面的 这个dimension在这里面 但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有非常 现实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后果在这里面 就是 如果 你只强调democracy 你这democracy前面 没有一个 liberal 作为一个限定词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 比如说大民主 比如说 文革时期的那种 那种 那种民主的一个 一个恶劣的后果 包括纳粹德国的时候 那种后果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过多地强调 liberal rights 而忽视democracy的话 那你整个 民主社会的 这个公民的这种 政治参与的意识 就会大大的削弱 按照一些 共和主义的想法 那你自由主义 所设想的这个政治社会 它就是一个庸人的社会 每个人都 自自以求 个人的这种 私人生活 而对于这种 公共善的追求 就缺乏这种 这种动力 这是 在谈这个 liberal rights 或liberalism 和democracy之间的 这个冲突的时候 就是 我们会面临的 两难的一个选择 那么 我个人认为就是 罗尔斯他本人的方案 其实是能够 至少在理论上 能够解决这个冲突的 但是 具体谈起来 就非常的复杂了 就是我们回头 再想聊这个问题 都要去人大上课 对对对 其实跟着保送就可以 对 然后 刚才这位男生的问题 你也是两个问题 对吧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我做一个隐身 你其实想批评 就是罗尔斯的这个 正义理论 有可能会导致一个 养懒人的这么一个后果 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赞同 你说 你是赞同罗尔斯 赞同罗尔斯 赞同罗尔斯 特别是对于 现在的中国来讲的话 你觉得是应该给 这个 弱势群体提供 更多的政治和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 倾斜政策 是吗 对 OK 如果说是这么一个 抽象的一个结论 我当然我也赞成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你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你说是 有人说中国现在应该是 实行正右金左 这么一个方案 是吗 对 我个人其实也是秉持 类似的一个立场 借用Daniel Bell 他在这个资本主义 文化矛盾当中 他给自我做的一个定位 我会认为我是一个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 经济上的罗尔斯主义者 以及文化上的 社群主义者吧 我不敢说保守主义者 因为保守这个词 太臭了 所以在这意义上说 正右金左 我觉得没有问题 正右金左 其实也可以用来 非常粗糙地 来定位罗尔斯的想法 因为罗尔斯 他强调了正义二原则 第一原则 就是保持这个 最大的平等自由权 这已经给他的 这个自由主义的 这个底色 已经确保了 他是一个右 但是呢 他的这个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和这个差别原则 又保证了 他的经济上的左 所以正右金左 我觉得 作为一个大帽子 也可以扣在 罗尔斯的头上 当然具体的政策的反应 我觉得会有 很多的差异 这是要另说的 然后你最后说 这个动力的问题 这个动力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非常抽象的问题 我记得罗尔斯 在万民法的最后 他引用过 康德的一段话 他说如果这个社会 不能够实现 一个正义的社会 如果这个人群 它是一个 犬儒主义的人群 那么他会怀疑 我们是不是有资格 作为人类 生存在这个星球上面 这个怀疑 当然是一个 非常形而上的 一个怀疑 但是说实话 这句话是非常打动我的 我觉得这是 我说大一点 就是我和康德和洛尔斯 为什么如此关注 正义问题的一个 最主要的动力 谢谢你 希望大家把这些问题带回去 在生活中思考实践 那宝松老师有没有 接下来下周还有两位 刘青老师跟 刘一 刘一 刘一老师两位 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会是非常精彩 我再说一句 我们这个思想讲 就是三场的 这个是第一场 所以下个礼拜一 同样地点 但是时间有点不同 就是三点钟 三点到五点 等于 刘青老师讲 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 是完全风格不同 但同样非常精彩的 一个讲座 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一 三点到五点 在这个地方 然后星期四 就是刘怡 讲两种民主的概念 好不好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也要谢谢张铁志老师 帮我们主持这个讲座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1095的同学 麻烦你留下 1095的同学 我们要上课